毋順暴躁 毋順暴躁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手上呢 欸著火了我手上的東西在著火 很像一個面紙盒在著火 今天我們要介紹最新的先行版 19W02A 最新版呢多一些新東西 新方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第一個東西是 營火終於出現了 它只要一個煤炭 然後三個木棍跟下面原木 就可以完成了 這個火焰呢是永遠不會熄掉的 會一直燃燒 然後它會冒煙 會一直冒煙 所以它也當作一個信號標準 你可以看到煙 欸這邊有人 就是有一個 那個你家的位置大概是這個方向 那這個煙呢如果你想要讓它冒得更高更高的話 你只要在營火的下方擺上那個鋼草捆 然後放上去 這樣它的煙呢就會冒得特別高 來看一下 有煙 有鋼草捆 你看煙 有更高更高 往上越來越上 而且它的煙比較濃密 沒有錯 這是一個特殊的一個方式 你看煙就這麼高 高的大概兩倍高吧 它的高度到底可以到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吧 平地是71 那營火大概是72的位置 然後煙一直到 這個左右 大概20格欸 這個煙可以冒到20格高 所以你在20格外的遠處呢 應該都有辦法看得到這個煙 好 所以你要加做個信號的話還不錯 可以當做一個標記 就是在遠方 嗯 還蠻明顯的欸 很明顯欸 超明顯 這個真的可以很遠很遠看欸 另外呢 這個營火是可以拿來烤肉的喔 我們把生肉放在它的旁邊 按右鍵直接點上去 它可以一次烤4個食物 而且不用消耗燃料 這是一個無限的營火嘛 所以不用消耗任何燃料 那如果放點 嗯 還有什麼可以烤 雪魚 烤點魚 也可以欸 也可以 這個不知道要烤多久 烤一陣子喔 那這個不知道會不會被水沖掉啊 我們來試一下 它會熄掉嗎 欸 不會欸 不會 可以把它 用水把它這樣沖 喔 烤熟它自己跳起來 欸 這好方便喔 一次烤4個食物 而且節省燃料 好 真的不會沖走欸 好 如果從正上方 正上方流水下來會怎麼樣 這樣子 喔 魚噴的到處都是 這烤好就亂噴 好 完全不會防火的 不對 防水的火 這什麼黑科技啊 在水裡也可以燒 整個隔開一個空氣 好 上面有一格是不能放東西的 好 好誇張喔 這樣子 OK 防 防水的火 而且如果東西放在上面 它是不會燃燒的 對 它是一個不會燃燒的火焰 非常安全 所以走在上面 我應該不會受傷吧 喔 會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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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會受傷欸 好 你還是不能站在上面啦 你還是不能站在上面 旁邊沒關係 然後這個亮度呢 應該是跟火把差不多 應該是更亮吧 應該是最高15個的亮度喔 它連海帶都可以烤欸 真的什麼樣都可以烤 而且你可以隨便放 總之呢 在熔爐可以烤的食物都可以這樣烤 不過因為之前我們有介紹過 有一個這個 煙燻爐 加強版的烤食物機 那這個當然是更快 但是這個就是不用燃料 那 可是你就需要手動 所以這在早期呢 應該是一個蠻好準備食物的一個方式 欸 我們來試一下一次烤4個 跟一般的熔爐烤4個 誰比較快呢 那這邊我們就來實測一下吧 我們來快速的 我先放這個好不好 先放這個 1 2 3 4 好 放上4塊 好 看一下誰比較快 等它跳起來 我們順便可以看一下 它到底需要烤幾秒 好 這邊烤好一個囉 一個 它 要多久呢 我覺得可能是營火比較快喔 大家覺得呢 現在才在看 我覺得應該是營火比較快 熔爐兩個囉 一半時間了嗎 要跳了嗎 要跳了嗎 有辦法嗎 欸 要三個囉 最後一個了 欸 跳起來了 比較快 當熔爐烤3個的時候呢 營火已經可以烤4個了 而且還不用燃料 那幹嘛要熔爐 熔爐走開 那如果是高爐的話 我記得是兩倍速 所以就是 再快一些些 欸 這樣算起來營火真的很快耶 那我來試試看這個營火呢 有沒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如果把自己圍在裡面 欸 有效嗎 欸 有效 有效 殭屍不敢靠近 如果是玩家的話 不敢靠近的樣子喔 不會 不會進來 欸 我覺得如果他們推擠一下 也許會進來吧 但目前呢 有有有有進來了 喔 果然不行 果然只要人一多 出發推擠 他只要進來的話 就全部都進來了 我再來進去 防護罩 欸不行 整個被推 推擠出去了 沒有辦法喔 擋不住 第二個更新的則是 製圖台 它只要兩個木材 跟兩張紙就可以做出來了 非常的好做 那製圖台呢 可以做什麼呢 看起來是地圖把它合在一起嗎 我們現在只有空白地圖 欸 空白地圖可以放 喔 喔 可以複製耶 這看起來是複製用的 所以我們先開一張空白地圖 然後這邊地圖開了 那我們把這個地圖放進去 喔 可以直接顯示耶 那這邊呢 應該就是複製一張 我變兩張 那如果 喔 放紙的話 就可以把它變小 所以這邊要變小的話 現在比較方便 之前是把它紙圍在地圖周圍 現在只是放在旁邊 好 直接這樣放就可以了 這樣彼此就會縮放變小 另外呢 如果你把玻璃片放在這裡的話呢 它會鎖上這個地圖 鎖上地圖有什麼用 我來試試看 是不是就 地圖就不會再更新了 不知道 我來鎖上 鎖上會不會就不能複製啊 嗯 一樣可以變小 然後 一樣可以複製 那到底鎖 鎖去哪裡了 我們剛剛有鎖嗎 嗯 鎖的話 嗯 不會顯示耶 鎖定到底 欸 這邊有寫字耶 有lock的 有鎖住的意思 所以 真的不會再變化嗎 我把它跑遠一點 欸唷 好像不會變耶 真的鎖住之後 地圖就是保留現狀 就是說你想要保存 目前的地圖狀況的話 你可以把它鎖住 那之後的做了各種變化呢 就不會在地圖上更新了 你可以做成一個 年代的檔案資料夾嗎 2019年的地圖長這樣 然後明年之後呢 欸 地圖就變了 大概是這樣 好 你就可以做新舊地圖 來比較 這個地方到底做了什麼樣的變化 生態系到底變得怎麼樣 可以做一個這樣的年代比較 第三個功能方塊是獎台 中間需要一個書櫃 上面三個瓣磚 然後下面也是一個木瓣瓣 好 還蠻好做的 那這個獎台呢 我們來試一下 獎台放上去 然後把署名的書 放上去 那這樣就可以 直接閱讀了 take a book 喔 可以拿走耶 好 這邊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一起看的 這個書呢 大家都可以一起點 之前的書 因為你拿在手上 所以你只能自己看 所以這個獎台 就可以大家圍著一起看 之後地圖應該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把這個故事放在這邊喔 放在書上 大家都可以自己簡單看 好 再自己翻 那這個翻翻翻翻翻呢 它是可以顯示 紅石的能量 我們來用一個比較器 據說放到某幾頁 它就會觸發多遠的紅石吧 來看看喔 第八頁 欸 第七頁就翻了 第七頁 第三個是第七頁 到底是怎麼算的 再來呢 第十頁啊 欸 對耶 現在是三頁一格 前面是兩頁一格 二 四 七 十 十 二 四 七 十 現在是觸發的數目 十三 十五 十 八 二十 沒有 二十一 欸 它是有一個特定的頁數耶 並不是固定的 有的是三頁 有的則是兩頁 三十 二九 你看這邊就是二九就觸發了 它是看書有幾頁 然後做一個百分比 因為紅石最多觸發十五格 所以應該是十五格分在這一百頁裡面 所以這邊如果你要用頁數來觸發特別的機關的話呢 你就 要 直接試試看吧 直接試試看第幾頁會觸發第幾格 這樣比較快 因為它是看你的總頁數的 這個感覺會很麻煩 就是之後可能會放到一百頁才會觸發什麼事之類的 你就會煩到手痠 那這邊如果你放的是沒有寫過的書和羽毛筆的話呢 則是觸發全部的能量 直接全部十五格 滿能量的 所以這個書 嗯 觸發的這個 輸出的紅石量反而是最高的 什麼都沒寫的書 就這樣子 而且你也不能在上面編輯 你要編輯的話 一樣要在手上才行 大概是這樣 這就是獎台 那另外也順便新增了隊伍的悄悄化 你可以用隊伍訊息呢 來讓你的隊伍呢 收到你的訊息 呃沒有隊伍好可憐喔 總之呢這是三個主要的方塊更新了 這一次呢 我們現在還缺什麼 我們現在該更新的就剩下了 這個 鍛造台 還有製劍台 這應該就是快速做箭矢嗎 現在的功能大概明確了 切實機呢 下一次的下版本更新 應該就是要把剩下的這三個把它更新完成了 其他都實裝了耶 感覺這邊差不多囉 這個新版本 嗯 快要出了的感覺喔 好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囉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大家 掰掰 喔 原來是陷阱方塊啊 這才是它的真正功能吧 而且放漏斗可以直接吸 超方便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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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